划着脸书却鲜少看书 是否已经是你我的日常 新节目《名人书房》 邀请各界知名人士 分享自己的精选好书 而当中的一本书 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让主持人也很有感 几乎很多的名人会推荐的书 大家可能很难意想 很难想象 金庸的我们小小说 在里面你可以学到想象力 你可以学到孤雅的文字 你可以看到历史 所以很多人推荐金庸的武侠小说 因此阅读它不一定要是尖色的 无论是普教建名师徐薇 或是五岳天的石头 谈起自己的阅读经验 各个都有不同感触 透过阅读沉淀心灵 感受字里行间的故事 在无形中也走入作者的内心世界 现代社会很多人都讲说 已经到了数位的时代 还有谁在读书 可是事实上书本可以带给我们 很多很多的知识 也希望观众朋友在收看的时候 跟我们一样能够享受读书的快乐 而大爱台也将在五月四号 每周六播出 希望让观众重拾对书本的兴趣 大爱新闻范秀宜 简缘集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